从苦境中转回 那我们来看一处圣经 今天主体经文只有一节 在约伯记的第42章第10节 好不好 我们一起把它读两遍 在你读的时候 我盼望你在信心的里边 进入到神的应许的里边 让神的灵 把祂那个启示人马的话 放在我们的里面 来 我们一起来读 约伯为他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我们再来 约伯为他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Amen 那这是一个约伯 生命熬炼之后的一个结局 就是当约伯为他朋友祈祷的时候 耶和华神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 并且这样耶和华所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要加倍 那这节经文我特别喜欢 我特别喜欢这节经文 但是那就从我的经历来去讲 那这节经文是我们很喜欢的 但42章前面呢 是我们不愿意经历的 当约伯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就是神形容的说 约伯是一个义人 约伯是一个在神的眼中 是蒙神所看重 而且又被神所赐福的人 那么就这样一个人 就落在一个极大的苦难的里边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一夜之间约伯之间呢 从一个父户 从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遭遇到外邦的奴隶 还有自然的灾害 包括他自己生很严重的疾病 落在一个极其困苦的里边 当我们一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哇 约伯 他的遭遇真的是苦境 那我也同意 约伯的遭遇就是一个苦境 约伯所遭遇的苦境 弟兄姐妹 大过你我的苦境 同意吗 同意吗 我们的苦境今天可能觉得很苦 很难 这个困苦的环境 但是比起约伯来去讲 弟兄姐妹 我们的困苦就算不得什么 但是当我们聚焦在我们的困苦上的时候 我们认为我的困苦甚至比玉伯这样 还要大 以至于 对神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的不满 不平 常常我们会问神说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苦境 我会遭遇这样的难处和患难 当我们说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得不到答案 当我们是问神为什么的时候 往往所得到的答案 都是让我们更加愁苦的答案 有人给你解释说 你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人给你解释说 因为你是那个原因 但是这些东西 加在我们里边的时候 会让我们今天呢 在困苦当中更加的困苦 玉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当玉伯在那一种困苦当中的时候 圣经里面形容说 他在那个 极大的难处和疾病当中的时候 到了一个地步 他用那个瓦片 去刮他的身体的那个浓疮 一直于他的妻子都说 哎呀 你死了算了 你弃绝神吧 你看 神怎么这样困苦临到你呢 你知道吗 就在这种光景当中的时候 玉伯讲了一句话说 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我是赤身从神那里 这样而来 那我要赤身而去 我从神那里得祝福 难道我不愿意从 不可以从神那里受祸患吗 你看那个时候 他的信心这样 似乎还是很坚定的 赏赐的收取的 都在于神 那就如同玉伯在苦难当中 那个信心的坚定 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他的苦难大 我们也没有他的信心这样 如此的坚定 但是 当约伯在这样一度 困苦当中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约伯有三个朋友 那这三个朋友呢 一起来组团 相约在一起 来去看望约伯 来去安慰他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伊利法 还有一个人叫做 比勒达 还有一个人叫做索法 这三个人 相约在一起来看望约伯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们远远地看见约伯的时候 就放生 大哭 撕裂外袍 把那个灰尘 尘土扬起来 落在自己的身上 这是对于中东的文化来讲的话 代表着一种极大的一种悲哀 极大的一种降悲 他要努力进入到约伯的痛苦当中 成为约伯的安慰 并且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这七个人 七天七夜 不说话 就在炉灰里边 陪着约伯 做了七天七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在你难处的时候 他陪伴你 七天七夜 不说话 从远处过来安慰你 他要努力进入你的痛苦 把你从痛苦当中带出来 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 对约伯的回应 我们说 人生能够有这样的 同甘苦共患难的朋友 主也 有这样的好的属灵通漫 主也 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 约伯从第三章的时候 一直到三十七章的时候 这个三十多章的经文 就是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 这三个朋友 对约伯所讲的话 基于两个观点 第一 我们的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的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神 对不对 对 从神学院来讲的话 这个是没有毛病啊 对不对 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 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 都是有因果报应的原则 前面是论点 后边是怎样 推理 约伯 你之所以落在难处当中 是因为你犯罪了 不是你犯罪 就是你太太犯罪 不是你太太犯罪 就是你孩子犯罪 反正总之是你犯罪了 你不犯罪 你怎么能落在难处当中呢 若约伯的三个朋友 对神的这种 基本的神学的认知是对的 神是赏善罚恶的神 但是他的逻辑的推理 这样是错的 这三个人呢 就像医生一样 努力地去诊断 约伯到底为什么受苦 开一个邀方 约伯不认 再开一个药方 约伯还不认 就这样来来回回的 就是一直三十 将近三十多章 但是他这种推理 其实多少时候 不但没有给约伯带来安慰 反而给约伯带来更大的痛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不可以 给别人讲 你今天落在难处 受苦的原因 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圣经 可不可以 你今天落在难处和疾病当中 是因为你祷告的时间 不够长 是因为你来教会来得太少 是因为你奉献得太少 是因为这个 因为那个 所以导致什么呢 你落在难处当中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多少时候 人面对这些难处的时候 不知不觉地就落在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里面 看上去是从爱心出发 还明明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落这个难处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是凭爱心说诚实话 支出于爱心 但是呢 不一定是真理的话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多少时候 在面对的落在疾病 难处困苦当中的弟兄姐妹 真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以约伯的三个朋友 为警戒 效法他们的爱心 但是呢 也要警戒我们的逻辑 推理和我们口舌的言语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圣经里面说 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从苦境转回 如果你看荷尔本 那个苦境原文的意思 就是被掳 就是使他从被掳之地转回 那个苦境和被掳原文是一个字 那被掳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的被掳 当伊斯利人 被巴比伦从耶路撒冷 从犹太全地 从那个加拿美尼 掳掠到巴比伦的时候 就是被强迫带到巴比伦的时候 他从过去在应许地 他是神的选民 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敬畏神 但是当他被掳之后 他就远离圣殿 远离自己的家 并且成为农历 成为一个这样困苦的人 这个叫做被掳 就是离开到他原来熟悉 安疏 平安的环境 到了一个陌生艰难的处境 这个叫做被掳 当伊斯利人被掳的时候 圣经里面形容 怎么说呢 他说当我们被掳在巴比伦的时候 在巴比伦的河边的时候 我们在那边哭涕 我们一想到耶路撒冷 我们心里就流泪 就难过 然而巴比伦人却怎么说 你给我们唱首 西安的歌吧 什么意思 就是你唱个歌 让我们快乐一下吧 你唱个歌 让我心里面 舒服啊 就是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其实一定在那种苦境当中 但是呢 巴比伦对他们的绩效 使他们这些呢 更加的抽苦 圣经里面说 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 他们一想到耶路撒冷 这样 他们就苦涕了 这个叫做苦境 困苦的环境 这是什么呢 就是外在上的 是被迫的 多多少时候 你知道我们在生命 生活当中 也会遇到这种被掳 落在困境的里面 就是这种不是我们自愿的 但是呢 外在的环境之间呢 把我们带入到这样的一种 被掳的光景当中 约伯就是这样 当撒旦攻击他的事故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去看圣经 第二章第七节说 约伯被撒旦攻击 掳掠 撒旦从耶文化面前退去 就击打约伯 使他从胶掌到头顶 掌毒疮 就是使约伯 落在一个身体 从外在的环境 到身体的疾病 这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 那这个困境 不是约伯想要的 是被迫地落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困境的里面 其实多少时候 突发的一些的 外在的环境 也会把我们带到 一个困境的里面 乌克兰很多的一些的 家庭流利失所 失去家园 甚至是怎样 有一些亲人 这些呢 丧失生命 也是什么呢 被迫的 这样的一种 别人的犯罪 或者说 因果突发的一些的 环境的变故 临到我们 也会把我们 带入到一个怎样 困境的里面 还有一种被迫 就是里面的被迫 思想心灵的被掳掠 我举个例子 就是当我们的心 因着一些事情 因着一些人 失去平安的时候 其实也是会 把我们带入一个苦境 我们最近在查 撒玛尔记 刚结束 当大卫 打败哥利亚的时候 伊斯列人开不开心 开心 但是 当他们 胜利凯旋的时候 有一些姐妹们 就大声喊 说扫罗杀死什么 千千 大卫杀死什么 万万 这句话就把扫罗的平安 给奴略走了 不但把扫罗的平安 给奴略走了 也把大卫该得的 那个赏赐 那个蒙祝福的 那个光景这样 也给这样 奴略走了 你看到吗 这一句话 就让扫罗的内心 被掳掠 自己落在困境的里面 他不但自己 落在困境的里面 也使大卫 落在什么 困境的里面 弟兄姐妹 讲到这里 大卫有错吗 就这些事情 没有错 但是他依然的怎样呢 会落在困境的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我们 往往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现在第一个反应 就探讨说为什么 为什么 其实当我们讲究 为什么的时候 其实往往是得不到答案 就是扫罗心里边 这句话就勾出 扫罗心中的嫉妒 是使扫罗失去平安 再举个例子 当大卫做 伊斯莱王的时候 圣经里面说 大卫睡到太阳平息 在房顶上 瞎逛的时候 看到了一个妇人 在沐浴 那如果到这里 她就及时地回转 她就不会落在 这样试探的里面 当她落在 试探的里面的时候 请问大卫心里面 有没有平安 没有平安 她为什么把那个乌利亚 给招回来 就在掩盖自己的过错 为什么把那个血信 告诉月亚 把那个乌利亚 猜到前线 这样死在外邦人的手中 也是为了怎样 掩盖过错 你会发现 当罪一旦临闹的时候 也会使人间 失去平安 当试探 落在试探当中的时候 也会这样失去那个平安 其实当大卫 看见那个妇人的时候 其实是怎样 心就被掳掠走了 以前的时候 有一个广州的一个牧师 他就辅导一个 就是婚姻出现婚外情的 一个弟兄 他就告诉他说 就给他立了一个柜 第一 把对方拉黑 第二 逃离这个环境 第三 每天跟我一起读圣经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要切割 切割 不然的话怎样 他的心情就被掳掠走了 那类似于像这样的事情 其实是很多 比如说犹大 犹大之所以到最后 把耶稣卖到圣经里面 怎么说 犹大因为是管钱财的 因为他是个贼 常偷什么 其中所有的 就是因为多少时候 他在生命当中 就是不断地给自己 留余地 留破口 一直到最后的时刻之间 把耶稣给卖掉 不是他突发奇想 把耶稣给卖掉 而是圣经里面说 因为他是个贼 常常偷其中所有的 他爱钱财 过于基督的时候 过于耶稣的时候 那当机会来的时候 他宁可要三十块钱 而不要耶稣 因为在他的眼中 三十块钱的价值 比基督这样 更有价值 这就是什么呢 贪婪 给自己的生命 留下了破口 包括约伯的三个朋友 我们再回到 约伯的三个朋友 当约伯的三个朋友 那么老远过来 来陪伴约伯的时空 你会发现 他跟约伯 越对话 越愤怒 就说约伯 你不够谦卑 你要悔改 我告诉你 我的经验是什么 告诉你 我对神的认识是什么 然后就开始 一顿系统神学的培训 你像约伯 在那个苦难当中 哪能听得进去 越听越委屈 越听越生气 但是呢 这三个朋友呢 是越讲越愤怒 越讲越生气 说你怎么就不肯悔改 你看 他们就这样 一遍 二遍 三遍 他们轮流跟约伯辩论 约伯记四十多章 他们的辩论 持续三十多章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这些都把约伯和约伯的朋友们 都带入到一个苦境 约伯是身体的疾病的苦境 加上心灵受伤的那个苦境 其实约伯的三个朋友 也落在苦境的里边 什么什么一个苦境 就是你怎么就不听呢 你怎么就不悔改呢 也落在一个愤怒的一个苦境的里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把约伯记留给我们 你先不用 马上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就想到说 我和约伯是一样的 你不要那么着急 第二个呢 当别人遇到苦难的时候 你也不要那么着急 先去告诉他一个答案 是什么原因 下一个判断 下一个推理 约伯记之所以留给我们 是让我们看见 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 比如说 撒旦在烟花神的面前 控告约伯的时候 约伯知不知道 约伯不知道 约伯的三个朋友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神要最后给约伯的结局是 他从前所有的 并且怎样 要加倍地赐给他 约伯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约伯的三个朋友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到最后 到38章 39章的时候 甚至40章的时候 当神给约伯对话的时候 神就责备这三个朋友 约伯的三个朋友 你们把我的话 越变越不明 用你们的无知 来揣测我的怎样 心意就责备他们 但约伯记之所以留下来 弟兄姐妹 就是把我们很多一些 错误的观念和认为 给纠正过来 有人认为 说约伯之所以受苦 目的是神要给他祝福 或者所以才让他受苦 有人说 神就喜欢让人受苦 等等 就是很多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 就是用我们的无知 来去定义神的心意 那约伯记 摆在圣经当中 就是让我们从这个错误的 被掳的这种观念当中 给纠正过来 我们的神不是喜欢人受苦 我们的神更不喜欢怎样 义人受苦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是把人安置在哪里 义店园 不是把它安置在一个 水深火热 一个怎样呢 就是空虚混沌的地方 而是把它安置在 义店园当中 那神不但是不喜欢人受苦 不喜欢依人受苦 神是赐福给人的神 他更愿意依人 能够从他那里承受这些难 主办的恩典 弟兄姐妹 义人受苦 不是神的心意 乃是撒旦的攻击 但神有时候借着 我们所遭遇的苦难 成就更高更美的 执意和祝福 以至于怎样呢 让我们经历他 让我们得到最后那个荣耀和基督的结局 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就看 第一个 当我们面对了苦境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透过神来看苦境 而不是透过苦境来看神 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 包括约伯的妻子 是一个典型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要透过苦境来去看神 他看不见神 他看到的都是为什么 他看到的都是问号 看到的都是困惑 看到的都是不平 看到的都是不满 但是约伯记留给我们 是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是要透过神来看你的困境 当我们透过神来看我们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约伯的受苦 不是因着约伯犯罪 而是仇敌的攻击 约伯受苦并不是结局 他从前所有的神加倍地给他 那个是结局 这是从神的眼光看 那从神的眼光看 就是神在哪里 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苦难 就落在困惑和推理的里面 前两天 我和一个弟兄 我们在一起吃饭 那个弟兄 因为从小就是在一个传道人家里面长大 他就说 他说在他读幼稚园的时候 就是有一次幼稚园阻止孩子们打预防针 当幼稚园的孩子要打预防针的时候 他这个孩子因为从小是在教会长大 他就知道遇到难处的时候 怎样 要祷告神 他就祷告神 神啊 救我 脱离这个打预防针的这个痛苦 不要让我打预防针 拼命地祷告 为什么呢 直到打预防针很痛 到最后的时候这样 下午的时候他说 还是被逮落去打了预防针 他说 那一天 他说我就对神产生了质疑 以至于对神这样 有很多的不平不满 神啊 你说你爱我 你说你垂听我的祷告 我怎么没有看到 你垂听我祷告的结果 我祷告你那么久 我还是打了预防针 他说 我小的时候就被神给绊倒了 但是 对于幼稚园的孩子来去讲 他的眼睛里面 看到的都是什么呢 打预防针很痛 但是他想不到说 我这个痛是为了医后这样 不遭遇更大的痛 那个 我前段时间得那个带装泡针 那之前的时候呢 就是 也不知道什么是带装泡针 那得了之后 那就知道那个痛 那在办公室当中 我们有一个同工 他是打那个预防针啊 就是 要打两针 他只打了一针 打了一针 他觉得 很痛 第二针不打了 绝对不打了 所以当我得了那个带装泡针 在办公室里 他就问我 我就给他讲 这个痛 我说这个怎么怎么痛 他第二天 他就到医院里 打第二针去了 弟兄姐妹 其实多少时候 若是我们透过苦难 去看神的时候 我们看不见神 但是我们透过神 去看苦难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苦难背后 有一个隐藏的恩典和祝福 就像那个弟兄一样 他受打预防针的苦 是唯了 使他以后不受更大的苦 其实多少时候 我们所面对的挫折 在人看来是个挫折 是个难处 但是有时候在神的眼中 不一定 有时候我们的顺境 所谓的成功 也不见得是祝福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 从台湾来 在陈水扁第二任的时候 不是出现两个子弹的事故吗 后来陈水扁就当选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好事 对于当时 站在陈水扁阵阵营的人 觉得是个好事 但是就因着第二任的当选 陈水扁最后落在一个牢狱之灾 如果他第二任不当选呢 可能他就是台湾民主社会当中的 一个正当轮替的第一任的总统 可能他是一个英雄 就是说有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的眼光实在是很短浅 我们只看眼前 但是呢当我们把眼光放远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从心里面感谢神 当耶利米书 耶利米在二十九章 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一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 弟兄姐妹 当耶利米就是告诉一系列人的时候 说英华神 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将灾祸的意念 为了让我们幕后有指望 如果你在往前看的时候 在二十九章第十节和第九节的时候 那里神清楚地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被掳到什么 巴比伦去 七十年 当你们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满了以后 我要眷顾你们 我要向你们成就我的什么 应言 而且怎样呢 你们仍要回归什么 此地 当耶利米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 我现在问弟兄姐妹 以色列人有没有被 就是当时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 还没有 这是先知预言说 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 当七十年满了之后 我要眷顾你们 我要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 再把你们从巴比伦这样 带回来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有了尼西米和伊斯拉的 回归重建和复兴的 一个历史的进程 但是伊斯拉人当听不进去的时候 或者是不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的时候 可能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困惑 就像刚才我们在诗篇里面说 看到一样 我们在巴比伦河边 一想到耶罗沙 我们就哭了 我们把我们的琴挂在柳树上 我们心里很难过 我们心里很痛苦 没有人理解我们 没有人了解我们 谁能救我们呢 巴比伦人又欺负我们 又这样呢 藐视我们 就落在一个悲情的里边 弟兄姐妹他看不见神 如果他能够看见这种光景当中 如果看到伊利米先知的预言说 七十年之后 怎样我要眷顾你 你要回归 我要成就你的恩言 我相信以色列人就在苦难当中 因着神的应许和神的话 就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其实多少时候我们的苦境 或者说是我们的心 落在一个苦境的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盼望 或者我们看不见神的应许 我们的眼睛 我们的眼睛是聚焦 我们眼前的痛苦 就像那个弟兄一样 下午的那个预防针 我还得打 还是痛 亲爱的弟兄姐妹 秋秋来帮助我们 多少时候 我们的生命的经历 有人形容说 就像那个绣花一样 可能在北美这边 绣花的就很少 我记得小师父 我姑姑他们就是 就是那个绣花 就是如果你看那个过程 哇他绣一朵花 就要绣好多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不需要忍耐 需要忍耐 原来我们在深圳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他家两个女儿 那个小女儿呢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那种活泼 说好听的就比较活泼 说不好听的就是比较那种 就像男孩一样 就比较爱动 他就为了训练 他的女儿能够安静 他就给他抱了一个绣花斑 你知道吗 这个对他女儿来讲 的话是一个痛苦啊 这一个爱静爱跳 爱说爱动的这个孩子 让他去说绣花 我想他已经恨死他爸爸了 你给我抱什么样的斑不好 给他抱个绣花斑 但是他绝不知道 这是父母的一个 用意是为了这样 塑造他 能够安静 能够成为一个 更加蒙福的一个孩子 如果绣花的时候 你看过程 你需要忍耐再忍耐 如果你看那个绣花的背面 你会看到什么呢 乱七八糟 到处是线头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绣花的正面 却是一幅这样漂亮的图案 其实多少时候 我们人生的经历 其实就是一个绣花的过程 在祷告当中 敬拜的时候 在祷告当中 弟兄爷说 我们的生命有高山 有低谷 但是高山和低谷 因作神的介入 会成为一个 一个风景 一个荣美的一个画面 但是多少时候 我们在低谷当中的时候 我们觉得神 那为什么要有低谷 没有低谷 你就不会围着你登上高山而感恩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看第二处圣经 就是 在格林多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 圣经里面说 如经上所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这样 想到的 这是保罗对格林多的弟兄姐妹的 一个勉励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 就是那个 焦燕莲牧师的见证 他说他去读神学院的时候 上了第一堂课 老师就让同学们 写一个感想 这个感想是什么呢 就是传道人的路 你想一想 传道人的路是什么样的路 你们来读神学院了 同学们就开始写 那就是写完之后 就交给老师 老师看到同学们所写的 这个对传道人的路 一些认知的时候 最后归纳了几点 第一个是苦路 第二个是死路 第三个是绝路 那个老师看到同学们 对传道人的路 这样的一个感触的时候 这个老师说 他我真为你们担心 谁告诉你们的传道人的路 是死路 是那个绝路 是那个苦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外边来去看 就像多少时候 我们看背十字架的人 我们认为十字架是苦的 但是呢 对于在背十字架的人 对十字架有一个经历和认识的人 认为十字架是这样 是一个得胜的荣耀的 是一个出路 十字架的路 不是死路 不是绝路 也不是苦路 是什么路 是出路 是活路 是得胜之路 当你经历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其实多少时候 我们之所以认为 或者这些学生之所以认为 传道人的路是苦路 死路 绝路 是自从外战的环境来去看 或者受逼迫啊 或者说是经济 有压力啊 或者说是不被理解啊 或者是付代价 只看到这些 但没有看到谁呢 神的应许 其实多少时候 我们转一个眼光 就不一样了 主耶稣应许我们说 说盗贼来 无非是偷窃 杀害和毁坏 我来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更丰盛的生命 指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 要逐渐地成长成熟 满有基督的生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打预防针 你才能够怎样 身量从幼稚园 到小学到大学 一直到长大成人 到成熟 这个过程当中 这样呢 会有很多的一些 像那个弟兄的经历一样 主啊 我不要打预防针 这个苦 但是这个苦 还是领导你 可能就像那个孩子一样 为什么给我抱了 一个绣花斑 是为了这样 你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 这个叫做 更丰盛的生命 当约伯面对了 他三个朋友 给他的一些的答案 一些的辩论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在约伯记的 二十三章第十节 来我们一起来读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失恋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就是当约伯面对着 这三个朋友的质疑的时候 或者说是一些的辩论的时候 就由衷地发出一种感慨 对那种辩驳也没有希望 在这样的一个苦境当中 似乎是环境逼着他 让他把目光转向神 然而什么意思 就是你说的这些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也没办法自证 我没有犯罪我的清白 然而 就算是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然而 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并且这样呢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金金 请教授弟兄姐妹 有时候面对着别人那些质疑 你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我有一个同学 他有一次出去服事的时候 他的女儿去上学 就搭摩托车 结果摩托车就被车撞 那个孩子才二年级 女儿就去世了 苦境 对不对 这是一个苦境 灾难 环境 但是比这个苦境 还有更大的苦境 是什么呢 教会的弟兄姐妹说 牧师可能犯罪了 不是牧师犯罪 可能是师母犯罪了 这是神对他的管教 我虽然不知道 是犯罪 有可能是犯罪了 我们要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求圣灵来光照牧师 让牧师能够悔改 能够知道自己的罪 其实外在的苦境 是个苦境 其实里边的苦境 比外边的苦境 怎样 更大 他面对着 他怎么解释 告诉别人 我没有犯罪 告诉别人 这些事情是什么 不知道 无奈 他也不知道 约伯面对着 这一种光景的时候 约伯心里面 就发出一个感慨说 然而 我的神知道我的道路 然而 我的神知道我们的心 他试炼我之后 我必如什么 精进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面对着 这些苦难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要学习 怎样呢 就是 透过神的眼光 来看苦难 而不是要在苦难当中 去找原因 去做推理 下定论 多少事故 这样的定论 会给别人带来 更大更大的伤害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神允许我们遭遇苦境 祂必使我们 从苦境中这样 转回 我们来看一下 格林多前书的 第十章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 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的时候 过于所能受的 在受试探的时候 总给你们开一条出路 叫你们呢 忍受得住 这里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 或者当苦境 临到我们的时候 那都是我们所能够 承受的 因为信实的神 不会把我们所 承受不了的苦境 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在这个苦境 当中的时候 神要给我们这样 开一条出路 那当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 勉励格林多的 弟兄姐妹的时候 如果你在往前面看 看上半句 或者上半段 保罗就用 伊斯列人在旷野当中 被火蛇咬 作为例子 以至于摩西造了一个铜蛇 把铜蛇高高举起来 使凡被铜蛇所咬的人 能够回过头来这样呢 去仰望那个铜蛇的时候 变得一致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就是说 保罗就告诉伊斯列人说 你们若在苦境和试探 当中的时候 你要怎样 就像你们的祖宗一样 就像我们的祖宗一样 在旷野里面怎样 从定睛在自己 被火蛇所咬的那个伤口 回头仰望 那个高高举起的铜蛇 那个高高举起的铜蛇 预表着什么 耶稣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苦境当初的时候 当我们在难处当初的时候 你被医治的一个出路 你在苦境 在试探当中 神给你看的那个出路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你当你回头 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 你的心便被医治 就像伊斯列人 在旷野当中 那个火蛇所咬他们 他们仰望神的时候 他们怎样呢 便被医治 那个出路 对旷野当中 被火蛇所咬的人 就是那个高高举起的铜蛇 对于今天 我们落在苦境和试探当中的人 是什么呢 就是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出路是什么 出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他告诉我们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 约伯在旧约当中 他没有像我们今天一样 有一个特别的启示 基督道成肉身 向我们显现 如果我们再去看 约伯记的第十九章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的时候 来我们一起来读 来 唯愿我的言语 献在血上 都记录在书上 用铁笔赚刻 用钱灌在磐石上 只存到荣愿 我知道我的旧叔叔活着 末了我笔站在地上 那如果你在往前面 你把上下文看一见的时候 约伯说我很委屈啊 我很冤啊 我的冤屈 我的委屈 就像什么呢 就像那个 那个用那个笔 赚刻 就是血在磐石上都不够 还要用钱这样呢 给灌上 告诉你们我很委屈 告诉你们我很难够 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又解释不清楚 就是形容约伯的那种这样呢 心里边的那种 痛苦委屈的一种光景 然而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的时候 你知道约伯宣告说 我知道我的旧叔叔活着 前面他说 神失恋我之后 我闭如金睛 面对的一种无言的一种 回答他说 我知道我的旧叔叔活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需要常常对我们自己说 我知道我的旧叔叔活着 一直说到 你真的相信 你的旧叔叔活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以为是我们要给神讲 其实我们是借助祷告来提醒我们的心 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 求助来帮助我们 其实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渴望 得到荣耀 多少时候我们也渴望 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 岂不知 那个见证 是从屈膝和舍截出来的 没有屈膝和舍截 没有见证 我们渴望荣耀 但是却不是 那个荣耀 是从眼泪当中流出来的 让神来使用你的苦境 让神来使用你的挫折吧 我们当中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 那个 就是 汉德尔的那个 那个 弥赛亚的那个神曲 有人说 那个神曲的 那个章节的里边 差不多有九十多个 哈利路亚 他为什么能够写出 这个一个神曲呢 他那个见证 我看到说 当汉德尔是写 那个什么 格剧的 那个 这样的一个 音乐家 当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 特别的 诗意 和情趣低落 就很挫败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他觉得 人生没有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 就是 盼望 就落在一个 极大的一个低谷的里边 也许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可能就落在一个 严重的抑郁的里边 看天都是灰色的 这个时候 他的朋友 就写一封信给他 在那一封信的里边 向他描述和见证 耶稣基督怎样 就是被藐视 被厌弃 被定时代时的架上 其中有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知道我的救赎处活着 当这句话 进到哈德尔的心中的时候 他似乎在他的心灵深处 听到一个旋律 一个哈利路亚的旋曲 那个曲调 他就用 二十多天的时间 就写出了这一种 旷世的这种句作 当他把这个神曲 那个 弥赛亚 哈利路亚 这个弥赛亚神曲 写完之后 演奏的时候 写信给他的朋友 就流了眼泪说 我透过这个曲子 我看见了耶稣 我看见了天国 当他的朋友 没有看到天国 和耶稣之前的时候 哈德尔的心 怎样呢 先看见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 我们祷告说 神让你转立 把我的苦境转立 挪去我的患难 挪去我的难处 但是往往是 神没有挪走 我们的难处 之前的时候 先让我们的心 从苦境当中 这样来回转 求主来帮助我们 以至于保罗说 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 我要成就 集中无比荣远的荣耀 这个就是什么呢 透过基督来看苦境 最后 亲自经历它 并得着基督荣耀的结局 才是目的 原谅我说 从苦境 就是约伯 遇见苦境 不是目的 甚至约伯 甚至约伯从苦境当中 转回 也不是目的 甚至约伯 得那个双倍的祝福 也不是目的 那约伯界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 让我们从丰文有神 到什么 亲眼看见神 这是约伯生命的翻转 这也是约伯苦境 转回之前的时候 约伯生命的经历 当神与约伯对话的时候 神怎么说 说我立大地的根基 你在哪里 你若有聪明 你说吧 你不是找我吗 你说吧 天上的十二星出来 以及北斗之星 在宇宙当中 谁把他们带出来的 你说吧 那个海水出来 就像双猫台一样 但是谁让海水被界定 谁关闭的 控制海水的闸门 你有智慧 你说吧 你不是找我吗 旷野当初的那个 林阳 什么时候怀它 什么时候生产 你若懂 你若知道 你说吧 当约伯面对着神 跟他说话的时候 约伯怎么说 他说 我这样 只有五口 只有降碑 最后 他说 从前我风文有你 今天这样 我亲眼看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把耶稣留在圣经的里边 你还是把耶稣留在神学的课堂的里边 你还是把耶稣留在教堂的里边 你所信的耶稣是牧师口中的耶稣 若是神学院老师告诉你的神 牧师口中的神 弟兄姐妹 你就像之前的约伯一样 你很爱主 你很敬钱 但你没有经历神 你似乎知道神 你似乎听说神 但是你没有第一手的这样 经历它 这是整本约伯纪的经意 所有苦难苦境 都是显示基督的据点 让人亲自经历它 这是戴德神牧师说的 所有的苦境 所有的苦难 都是让我们 能够看见基督彰显的一个凭据 一个经历 你若在其中经历它 就成为你生命的祝福 就是一个苦境当中 转回反败为圣的祝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时候我们面对的苦境的时候 我们从今天起 好不好这样祷告 主啊你让我学什么 主啊你让我在这个难处挫着当中 让我遇见你 让我的生命能够怎样呢 第一手的经历 你是安慰的神 你是医治的神 你是给我带来出路的神 我不是只是听说有你 而是我在生命当中怎样 经历你 所以当约伯的生命 对神的认识 有转变的时候 42章的第10节 就是我们的主体经文 来我们再把它读一遍 约伯为他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的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这样要加倍 那么在这个时候 约伯 这个时候 说我从前奉为有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那个时候苦境有没有转回 还没有 到了42章第10节的时候 耶和华神说 就是你要为你的朋友怎样呢 祈祷 耶和华就是约伯的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所有的加倍 这是耶和华神让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 他的朋友是谁 是谁 就是那三位爱他的朋友 又是使他痛苦的朋友 其中你知道有一个朋友 他的名字叫做 叫做那个比勒达 他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这个比勒达在圣经里面的意思 就是迷惑混桥的爱 如果翻译的白话 就是糊里糊涂的爱 就是不按真理出牌的爱 就是带着爱心 给人带着伤害的爱 这个叫做糊里糊涂的爱 其中约伯的三个朋友当中的 这个比勒达的意思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 你知道我们做传道人的 就有个自业病 就是当弟兄姐妹 给你交通一些什么 你老是拿圣经去给他来背一段 或者说是给他查一段 或者是交一段 原来的时候我服事就是这样 后来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就给我讲 他说建勋 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不给你讲吗 我说为什么 每一次给你讲 你就给我们讲一篇道 他说你讲的那篇道 他说我们又无话可博 第一圣经没有你熟 第二个 你讲的是圣经的话 都是对的 但是我们所要的不是这个 我们就想跟你说一说 就是土土苦水 你老是就给我们一些答案 给我们一些教导 后来说 我说我真的是这样 后来仔细一回想 果然是 这就是三个朋友的翻版 约伯三个朋友的翻版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多少石垢 我们在神的面前 真的需要有智慧有恩典 当面对了一些弟兄姐妹 在难处当中的时候 在一些挫败当中的时候 真的 我觉得要依约伯的三个朋友 为警戒 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约伯 神让约伯 为他的三个朋友祈祷 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也是 我觉得神特别的一个恩典 对于约伯来讲的话 就是为主 让他委屈的 让他难过的 这三个朋友这样 去祈祷 去祝福他 去饶恕他 去给恩典 这三个朋友 弟兄姐妹 当我们去给别人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从神那里领受恩典 当我们给予别人饶恕的时候 我们就从神那里得饶恕 就从神那里得自由 当我们给予别人祝福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就从神那里这样 得祝福 特别是 为多那些让自己委屈 难过 伤心 逼迫我们的人 过去的时候 我读圣经说 耶稣说 你要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 我就觉得 这个谁能做得到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去做呢 还有人说 如果我这样做的话 那难道我还有是非吗 我还有立场吗 我有观点吗 我过去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认为 当我看到约伯的 这个生命的故事的时候 神说 你要为你的朋友祷告 我就这样 使你从苦境当中转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给别人的事故 这样 就有人给我们 当我们并且用十足的生斗 连腰弹按 上肩下流的 倒在你们怀里 你们用什么凉气 凉给人 也不用什么凉气 这样 凉给你们 耶稣在主导物里面 告诉我们说 就是 教导我们说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什么 免了别人的债 前两天 就是 昨天 我一个朋友 从国内来 好多年没见面 那就是 穆罕礼拜一要回国 然后呢 就是 又加上礼拜天 就用 昨天的这个时间 昨天晚上的时间 来我们家 就见个面 差不多十多年没见了 聚会结束的时候 那个不是聚会 那个吃完饭的时候 穆罕就说 他说你看 这个十多年不见 就是 穆罕礼拜一说 我的肚子和当时 我们认识到时候 都大了很多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长胖了很多 后来就看完笑 就讲 我说肚量要大一点 我们的肚量要大一点 不是这个肚子的油多一点 不是这个肉一点 这是我们的心里面 肚量这样 要大一点 其实我们在 跟随主的过程当中 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肚量这样 要大一点 要更加的宽广一点 这也是神要扩张祝福 约伯能够承受双倍祝福的一个秘诀 你的器皿有多大 祝福才有多少 约伯之所以能够承载双倍的祝福 是约伯的器皿比过去这样 被扩张了 度量大了 求助来帮助我们 求助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见 就是经历它 我们的生命被更新 并且得作耶稣基督荣耀的结局 才是我们遇见挫折和苦难的真实目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这个苦难 你不遇见 或者说是你从这个苦难里面出来 若是你没有得着基督 没有经历基督 那这个苦就白受了 你下次还会遇到苦难 就像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的 其中一个叫做伊犁虎说 就是说人生 就是说人生在世上 谁能没有苦难呢 都会遇到 主耶稣也说 你们在地上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过了世界 就说弟兄姐妹 苦难都会临到 但是呢 如何让我们所遇见的苦境 有价值 使我们的生命得益处 使我们能够经历基督 使我们得着基督荣耀的结局 使我们在苦境当中 回转的时候 成为荣耀的见证 弟兄姐妹 那个苦境就变得有价值 就变成了一个荣耀 就变成你身高的一个 怎样呢 垫脚石 所以保罗 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第二十节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时的价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爱我 为我舍己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 这是神对我们生命制作的一个目的 也是基督荣耀的结局 Amen 我们对旁边的人说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